歡迎收看《萬間聽聞》 日本的動漫文化 一直都被譽為是最強的輸出文化 例如今年日本最高收入的漫畫家 他的年收入達到1億港幣 有這麼多收入代表很多動漫迷 其實在動漫界 也有很多你也猜不到的奇怪聽聞 我知道你剛才說的是誰 你也知道 因為我說的是那一套動漫 就是關於海賊那一套動漫 海賊… 我知道你說哪一套 海賊的皇帝 我有童年回憶,我太愛了 我這麼多套動漫就是喜歡這套動漫 所以我特別關注她的東西 我便留意到一篇很搞笑的東西 就是關於一個台灣的夫婦 有一次,太太打掃 不小心摔破了她丈夫的主角 一隻模型的手 你也知道男人的老婆 就是那些模型的模型 所以她丈夫非常生氣 老婆只是太太,在模型面前 她老婆也有好事,有道歉 不是說公長重要一點還是我重要一點 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她知道一定是公仔 對,然後丈夫也不是這樣就算 她說可以,原諒你可以 但你要答一條考試卷 考試卷就是關於海賊的動漫 然後老婆也有看 所以她覺得很有自信 我都會答,應該沒問題 誰知道一看也答不合 為何會有看也答不合 因為這些東西很生氣 問題在網上公開了 連海賊迷都說我真的頭盆不懂 問題是其中一個女主角 就叫小偷貓,身形很好 然後她就問 在戲中的女主角的兩年後 她的篩圍有多少 有分別嗎?還可以更加強了嗎 好像是有分別的 如果我老婆問她 為何會這麼留意 一些動畫角色的篩圍 有甚麼事 我去老婆問她 那我篩圍是甚麼 我上三個月之前和金女三個月 你回答我吧 一定答不到… 一單或一單 你先解決這單海賊事件 她問這題目真的很溜靈 很溜靈 對於表演有基本的認識問題 她也很有心機做 所以老婆最後還是給錢 把玩具說明 好… 遲到和從她離婚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看日本的動漫 其實最近在日本很流行畫坑渠蓋 日本有1500個城鎮 差不多有1700萬個坑渠蓋 差不多有12000個不同坑渠蓋的圖案 它的特別之處是甚麼 畫坑渠蓋是非常難的 因為它有凸凸凍 所以畫一個是用人手畫的 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遊客的打卡 例如你看到富士山 你看到富士山坑渠蓋 有一個富士山的圖案 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坑渠蓋 竟然如此有人性化 如此有美感 接著最近香港也開始做這件事 這關於動漫是甚麼事 對 因為它畫的東西全都是動漫 你說的 對… 我告訴你,你再提醒 所以每個坑渠蓋 都有它獨特的特色和地標 對,再畫上漫畫 讓人家可以觀看 但這樣很容易人們逛街時 不斷撞到別人 因為你不斷摔下頭 就像這件… 但你至少不會踩下去 不會 牠們的顏尿蓋 你賤吧 誰 有否更多動漫的聽聞 反而我比較少看動漫 反而我在漫畫上更多 即漫畫 對 我知道在日本,好像在神田神堡 有一個神堡定古書街 這條街吸引很多動漫、漫畫迷 為甚麼 因為古書街出名 有百多間買了二手漫畫書 最近開了兩間新的藝術房間 漫畫酒店 對 為甚麼是藝術房間 就是這間房間有兩間房間 一間是黑房、白房 黑白就是想製作漫畫中的黑白顏色 兩間房間都是很精神的報計 每一棵牆、每一方米、地板 每一格都黏滿著很多漫畫中的格格 一些畫、一些項目 寶貝,我去漫畫酒店 我跟別人真的不是開房間 我真的去看漫畫 你遮掩上去吧 但不是那麼簡單 要享受你的藝術 因為在酒店中 也說有一段特別的程序 有篇文章寫著說 在我們的酒店中 現實世界是完全禁止的 首先你要進入我們的桑拿房 桑拿房全都是黑色的牆壁 你只要在裡面 正式把全部外間的宅鍊 扔走才是 之後晚上才可以上這間房間 完全融入了這個世界 過一晚在漫畫師中的世界 我剛才做酒店的代言人 你剛才說了這個旅程 你聲音也很好 你收過錢嗎 不用 遇到你習着找你一刻 我也分享一下 我分享的是畫漫畫界的泰斗 即是公奇俊戰賞 對, 動畫大師公奇俊 我一直都很喜歡他 然後我買了他的自傳 我記得他的自傳中 說了一句我覺得很入心 就是他對自然觀的看法 他就說 你有想過昆蟲不是說 我按照一本書畫下去就可以 其實他真的要去觀察 他直接連昆蟲、植物等 他都給他們一個情緒畫得很細緻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深刻的 就是他有說過 你知道有公奇俊博物館這件事 剛才這間博物館開幕的時候 他就看到小朋友在這裡玩 你知道正常的博物館會說 請勿爭鬧、請勿爭鬧、請勿觸碰 他下去後看到那些牌子放在牆上 小朋友變得很安靜 他們覺得這樣不行 真的很沒感覺 他就叫工作人員拿一塊牌下來 他就想要這個博物館 讓小朋友很吵鬧、玩得很開心 我覺得公奇俊是一個很有心 她是一個很真實、很純粹 一個很善良的人 他才會想到那些作品那麼仔細 每一幕都不是放在牆上 你看到他一格格的動畫 是沒有一格放在牆上 真的一筆一筆地描出來 我覺得很欣賞這個人 其實我小時候也有看漫畫 那時候特別童真、特別天真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會覺得我是否要珍惜 那些昆蟲、花花草草 不要亂踩 然後我覺得他想帶出這個訊息給我們 有時昆蟲和花花草草 也不是一個亂按可以摧毀他的生命 等等,你突然把這件事 帶到一個很同的精神層面 突然好像教小朋友做一些… 我們要做好孩子 讓我先回到我這邊 好的 這是比較貼地 近年在這個動漫迷裡 有一個所謂動漫界的神級傳說 而這個傳說,大家都說 只要你知道這個傳說 就是一個可以形容為地獄的開端 有三個字 最後一隻是眼睛的眼睛 頭上兩隻是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 大家都知道那隻藍色的機械貓 裡面有一個黑黑白白鳥 橙色的三味人 以前叫做忌安 現在改了新名叫伴 所以你主要在網上找這個伴眼 這就是帶你到動漫界地獄的開端 我的天 有竟然地獄嗎 為了令你們可以進入地獄 我已經在網上搜尋了這張嘟嘟眼 即是半益散的圖 然後大家看看這裡 有,要近一點嗎 可以,近一點 可以放大一點嗎 放大一點 我… 還在這裡 看不到 不是這麼巧,是嗎 這個…我有否解釋錯 這是否背影 即是黑色的人的頭 好像有人在外面穿上衣服 對… 好像有一個貼圖 好像虎哥的背影 黑色的地方就是他的頭 下面的黃色的位置 就像他平時穿的衣服 因為他衣服還沒有間條 這就像他在遠去的身影 對…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如果你再在網上找多點點題目 你會發現近年很多動漫作品 那些女角色馬上… 你會發現無論哪一套動漫作品 哪一套女性的角色也好 那個同漫… 我一搜尋半X 已經出了這隻眼睛 對嗎 對 你會發現有更加多… 是更加像他 我的天 其實大家有看日本動漫 你也知道近年很多角色的眼睛 都開始有點統一 所以發現任何的… 尤其是宅男女神 很多時候不是二次元的動漫角色 很漂亮,你會當她是女神 去追求她 但當她發現她在童孔中 竟然看著的不是你 而是半X,還要是她的背影 如果她很唏噓離開她的背影 你突然覺得這個女角色 究竟她心裡在想甚麼 她眼中是否有一個心外的男人 離她而去 而那個男人其實就是半X 我覺得好像入了邪教 現在不能回頭 所以很多網民都說 自從她知道這個傳說之後 她以後看任何的動漫作品 她已經發現無法入戲 對,我現在不斷掉 我感覺到自己看的時候 我會追著眼睛來看 然後把字幕撕掉了 所以有些網民說 如果你想戒這個 你想由這個傳說的佐咒離開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後戒動漫 在戒動漫 有人戒動漫嗎 我想男生會 因為我到現在都戒不了動漫 是嗎 你們三個戒了 其實我沒有看《海賊》很久了 反而我真的看了一些動漫 但多數都是當時放學 回家坐著看這個 他們會播放那些動漫 也會追過那些 唯一一個會追的 就是跟我的名字一樣的那一套 追著 追著 那一套的眼睛應該找不到 不要 說完之後今晚會有 我跟你說,我真的生氣 不,即使沒有,她也會照顧 所以算了,你… 好,我們投票了,由她慢慢找 好,我們說了那麼多關於動漫 大件事,好像有 有誰聽聞你覺得很值得 要宣揚給全世界知道 讓更多人進入這些地獄 3、2、1… 傳過去吧… 挺有趣的… 不能只有我看見 我現在很久沒試過拿全票 我覺得你們不應該自豪 我們現在是… 是,拿去吧… 你想拿來擲 令到地上動漫也不敢看 我們想冷靜一下 看到這裡的觀眾 如果還沒用手機搜尋這三個字的話 你真的停一停,想一想 你看看Jojo姐 她回不了頭了 沒事吧,快點搜尋吧 好看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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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